关照心的感受 在如何经历神一文 我们谈到经历神 要常常关照心念与心的感觉 关照心念就好像我们看见 或听见神对我们说话 关照心的感受 就好像感觉神 与我们心的感情的交流 有时只听人说话 没有去感觉那感受 就会感觉不到 与人心的那种连接感 神对我们说话 在意识里给我们的念头 说话的声音是微弱的 常常容易被我们忽略 需要我们常常对意识有关照 与神交流的感受也是一样 需要我们花点时间的细心去感受 末世时 若我们在领受启迪时 也能去观察 领受启迪时的感受 当我们去品尝 那喜悦的感受 我们就会感觉与神的亲近 常常去体会 祈祷末世中感受的变化 以及得到启迪时的感受 我们就会发现 神是理解我们感受的 而这感受的变化 就好像我们在与神相处中 神在调我们的心 在改变我们对事情的感觉 神是用改变我们对事情的看法 因而改变对事情的感觉 而引领我们走出迷惑 进入真知的 感受中 有神如何培养 改变我们的心的历程 神的引导 显现在我们心的感受中 信念与感受 是我们的灵性觉知 我们比较常注意信念 而忽略了感受 在我们不认识 自己的灵魂生命前 我们所做的事 是常常跟着感觉走的 感觉良好 就是喜悦 感觉不好 就有了种种情绪 若我们去观照 信念与感受间的关系 我们不难发现 信念是受着感受 所左右的 比如说 当我们对人 有偏爱或厌恶时 当那两个人 传达同样的讯息时 我们对两个人 传达讯息这件事的感受 是不同的 回应也会不同 当我们不喜欢一个人 那人说的话 常常就会让我们心生起烦恼 我们也比较容易忽略那人 要表达的心声 或那人的好 又有时 我们的心变刚硬时 我们往往听不见别人说的话 喜好或厌恶是心的感受 心刚硬也是一种心的感受 愤怒 愤怒 嫉妒 争端 妄图 贪心 愚昧 偏见 仇恨 骄傲 以及残暴 都会让人产生一种心的感受 若我们细细观察那些感受生起时 身体的感觉是什么 念头是什么 接下来要采取的行动的意念趋向是什么 我们不难发现 整个身心灵的感受是不好的 也不难发现 根据当时的情况 本能性的就会做出回应 维护私利的回应 维护私心私利 这是属肉体本能性的反应 怎么回应 回应方式是不计其数的 也是不断变动的 若我们的心 陷入那反应模式 就会好像陷入撒旦的陷阱 不可自拔 我们怎么跳出那运转模式呢 这也就是属灵操练 要去操练的地方 这是新的操练 学着驾驭心 在学佛时 我靠着静坐使心安静下来 后来我发现 这只是暂时不再惹事的方法 并未真正解决问题 在追随巴哈欧拉之后 祈祷与摩斯中 无意识地在神的引导中 观照其感受 后来我发现 解决根本的问题 要学会用转念 去改变感受 这就好像无知的小孩 借着教育 而理解事实 因理解事实 而心安定了下来 也更知道如何掌握 实在的情况一样 接受神的灵性教导 就是使自己对心灵的实在 从无知变成有知 知道怎么用神的话 为标准来衡量事情 也从中体会 用神的话来解决事情时 我们的心如何被安定下来 借着神的引导 在实际经历中 神对我们认知的心的开启 我们因此理解灵性实在 而改善了不知所措 或谁本能反应的处事模式 我们也从学习 用真理来转念的过程中 同时在观照心的感受中 看见了心感受的变化 从躁动到平静 神是这样在我们不知不觉中 引导我们的 只要我们在乎神的话 把神的话放在心上 他就会起作用 在我们需要时 帮助我们转念 使心的感受 从不安与不确定 转为安宁与确认 读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转念 从世俗的偏知偏见 转为真理的正知正见 偏见的范围是很广的 若以神的角度来看 世俗见 不合乎真理的知见 都属于偏见了 所以我们都要更深的去认识自己 还存有的偏见 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去做的功课 靠着守戒律中 去认识我们自己的用心 神借着帮助我们理解真理 认识什么样的心是用对心 当我们有这样理解时 我们用真理生活 我们用对心对待神 也对待人 这自然就改变了活在世界的感受 越多活在安宁 就仿佛回到天国的家 祈祷就更感觉是在与神说话 末世时感觉是神在引导我们 活在灵性实在 或说活在天国 那个实在是一种新的感受 我们心感觉到了 我们就说活在那实在中了 当我们找到那感受 也能安于那感受 我们就会说 仿佛看见了天国 那是感觉到了神的爱的心锁 神说只要我们的心转向他时 才能找到那乐园 他说 仁子啊 除非你服从我的诫命 谦卑的到我们面前 就算你片立那无边的太空 遨游那无尽的天雨 也找不到平安 谈到这里 我们不难看出 新的感受不对时 我们新的意向 就会朝向 排除那不想要的感受的方向 因而有了种种防卫措施 所以 做出来的事与行为是表层的 那行为来自念头 而那念头来自感受 感受才是我们要去理解 解决的根本 神的引导与真理 是直指人心的 要解决的问题 是根本的问题 新的感受来的问题 神的教导与引导 就是从转念 来帮助我们改变感受 而解决了新的感受的问题 从这灵性实在的看见 我也因此理解 神引导我看见的真理 是纯属心的教导 神的话语 很多是在谈 怎么用对心 回归真心的问题 当我们能用对心时 也就是我们学会驾驭心了 在那心境 神话语的意境 就会渐渐出现 我感觉到 这也就是阿伯都巴哈 这也就是阿伯都巴哈所说的 天国 在成为一种实在 这句话的意思 阿 我的朋友 全神贯注 请听那心灵之歌 珍惜它就像珍惜你自己的眼睛 阿 朋友 你的心田是永恒奥秘的住所 你由圣洁之境到来 不要把你的心思束缚在世间 你是临近天庭的居住者 不要转居于事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